人类会碰瓢,动物们也会 这只企鹅故意碰到了一辆观光车 然后躺在地上装死 下车的人类还不知道这是企鹅的一个阴谋 转眼间,企鹅就开走了人类的观光车 而企鹅们阴谋到底是什么呢? 它们抢走人类的汽车,又用来干什么呢? 这得要从电影开头说起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喜剧电影 《马达加斯加2》 小时候,亚历克斯就是个爱跳舞的小宝宝 他学不会扑咬,只知道一个劲的,旋转跳舞也不停歇 诗群里有个叫大扑的雄师 他总是想打扮亚历克斯的爸爸,做领袖 面临挑衅,爸爸不怂,勇敢迎战 谁知一转身,孩子就不见了 亚历克斯中了猎人的圈套,被猎人抓走 在途中,又意外掉进了河流,漂流到了纽约 小时候的亚历克斯就这样被送进了中央动物园里 开始了演艺师生 也是在那时,他认识了好朋友们 后来,机缘巧合,到了马达加斯加 又认识了一群新朋友,狐猴 狐猴们还帮助亚历克斯他们 准备好了飞机,重回城市 跟他们一起的,还有狐猴的国王 企鹅四人组,自然承担了飞行班族的工作 看着不靠谱,却出乎意料的干得不错 只是飞机不太给力,没飞多久就没有了 无奈只能迫降 好在企鹅们提前准备好了降落伞 飞机这才平安落地 但飞机损坏十分严重 修飞机需要很久 看来只能暂时在这里,单上一阵子了 就在这时,一辆野外观光车经过 亚历克斯赶紧追过去,想要求助人类 谁知,却遇到了之前对自己悬脚相加的硬核奶奶 双风瞬间又打在一起 搏斗最终与亚历克斯被打倒在地结束 奶奶乘车凯旋离开 不过也因此,朋友们很快在此地找到了自己的族群 万物的领袖狮子祖巴 看起来却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 直到祖巴的老婆冲到了亚历克斯面前 抓起了亚历克斯的手 那里有跟祖巴一样的抬起 祖巴这才意识到亚历克斯正是当年失散的儿子 随后,马蒂也找到了自己的同伴 他们说着同样的马语,长着同样的花纹 而梅尔曼在长颈鹿中没有医生 感到十分惊恐 生病就去洞里等死,让他感受到了绝望 但久病成一,他做起了鹿群中的巫医 格罗利亚则可开心坏了 前脚刚准备找个男朋友,繁衍子嗣 后脚就找到了河马部落 雄心河马更是多的挑不过来 其中有个叫摩托摩托的河马 就对格罗利亚十分感兴趣 看来他的春天到了 而士郡这边,他们正在欢迎亚历克斯回家 大铺则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谎称其他狮子 对亚历克斯没有参加入军仪式 颇有说辞 这样确实是鱼里不合 所以祖八准备举办通过仪式 名正言顺的接儿子回家 企鹅们则把目标对准了来往的观光车 正被偷走车子又来修飞机 轨迹多端的企鹅们 甚至学会了碰砸手段 然后将观光车抢走 连硬盒奶奶都被他们踢下了车 奶奶的硬盒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人们非常愿意跟随奶奶 没想到森林中 还有跟他们一样遭遇的人们 大家聚在一起 奶奶开始鼓励人们 要齐心洗礼 战胜大自然 重建自己的家园 那一刻 他举起火把的影子 就好像是自由女神 人们的斗志瞬间燃起 这时 大眼蒙从海里爬了上来 身后还追着一头鲨鱼 因为他实在太讨护后国王的宴了 所以大眼蒙根本没被带上飞机 只能从海里游过来 齐鹅这边 他们现在有了装备 修飞机的工作 正准备开始 但显然 齐鹅的人力不足 于是猴子联络了 当地的亲戚们 前来帮忙 修理飞机的工作 这才算是正式启动 这时大普找到亚历克斯 骗他选择了一个 强壮无比的对手 还告诉他 比赛就好像跳舞一般 结果到了比赛这天 亚历克斯真的在现场跳起了舞 实际导致他输掉了比赛 还被戴上了极其滑稽的帽子 然后要被放逐 祖爸不能忍受 儿子再次远离自己 于是决定自己陪同放逐 这下大普就有机可撑了 卑鄙的当上了首领 父亲对此十分责备亚历克斯 甚至说出 亚历克斯不是只真正的狮子的气化 伤了亚历克斯的心 而心碎的还有梅尔曼 他在治疗病患的期间 跟同行的伙伴聊天 得知族群中之前有位巫医 身上也长了跟自己一样的合班 两天后路就不见了 梅尔曼听后害怕极了 以为他的生命就剩下48小时了 这让他心烦意乱 马蒂原本想在新朋友面前 炫耀一下自己的特技 直至下一秒 所有的班马都学会了 这让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连花纹都跟大家长得一毛一样 目前好像除了哥罗里亚 找到了男友很开心之外 其他伙伴都不是很顺心 梅尔曼更是在听见 哥罗里亚系属男友的好时 大发雷霆 两人当即就吵到不欢而散 亚历克斯想劝也劝不了 就跟马蒂吐槽 谁知身旁这只斑马 并不是马蒂 马蒂因为自己的好朋友 认不出来自己也很伤心 亚历克斯也非常伤心 自己遭遇了最糟糕的一天 马蒂竟然没陪在身边 马蒂却理解为 亚历克斯自私的只考虑自己 两人为此也大吵了一架 梅尔曼则自己挖了个坑 躺了进去准备等死 不过他偶遇了狐猴国王 狐猴国王得知 他和格罗利亚的事情之后 开始给梅尔曼打气 既然生命稍纵即逝 为何不选择告白 不留遗憾在人间 梅尔曼听后确实惹雪飞腾 但见到格罗利亚和他的男友 亲亲我我的时候 他还是松了 瞬间把告白变成了 对摸托摸托的警告 在一旁听着的格罗利亚 有些感动了 原来梅尔曼那么了解自己 第二天 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喝水干涸了 大普竟然要搞什么公平竞争水源 不用想 最后也是狮子们能喝到水 那其他动物怎么办 亚历克斯听后 主动站了出来 说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准备踏出保护区 逆流而上 寻找问题所在 临走前 他来到了斑马群 跟马蒂道歉并道别 马蒂非常感动 当即决定 要跟亚历克斯一起去冒险 这期间 动物们也没闲着 他们往地下挖 看看能不能挖到水源 结果挖出来的 却是一堆黄金和钻石 动物们都失望极了 这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堆垃圾罢了 而火候国王也没消停 开始搞事情 说什么 陷进火山中的水神 就能恢复水源 梅尔曼想着 反正自己也没几天命火了 就主动站了出来 愿意被陷阱 格罗利亚赶紧追上前却说 但梅尔曼的区域已决 顺便还跟格罗利亚表了白 大朴子告诉祖巴 亚历克斯跑出了保护区 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 祖巴听后 立马跑去寻找儿子 来到上游的亚历克斯和马蒂 虽然找到了水源 但他们也发现 是鱼和奶奶带着人们 在这里建成了大坝 说话间 他们也被人类发现了 亚历克斯不申被抓 马蒂则赶回来搬救兵 此时火山口 差点就跳下的梅尔曼 被格罗利亚救起 跨越种族的两人 互到了真心 最终脱离了危险 他们与马蒂赶紧加入了营救行动 这边祖巴也及时出现 救下了在火上烤着的儿子 面对端起来的枪 亚历克斯开始了 自己在动物园中的表演 那是独一无二的表演 人们一下就认出了亚历克斯 知道了他的无害 人们这才放下枪 这时候飞机也赶到 不仅救下了亚历克斯父子 还击垮了人们建起的水坝 水源就此恢复 与此同时 大眼蒙带着鲨鱼 也找到了火山口 一个虚晃 鲨鱼掉进了岩浆中 正巧水流从河道喷涌而出 活泼国王开心坏了 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呢 回到族训中 亚历克斯先是递给了大普 一个女士手提包 然后把硬核奶奶放了出来 于是大普就被奶奶教训了一顿 祖巴父子终于重返了师王的位置 结尾 齐和老大爱上了女娃娃 于是还让祖巴帮忙主持了婚礼 飞机也被骑鹅开走冬蜜月去了 看来动物们还得在大草原上待一阵了 日落中 朋友们并肩走在一起 马蒂想捉弄亚历克斯 说自己不是马蒂 亚历克斯可不上当 他看见了马蒂屁股上 当初被自己咬下的齿痕 看来这便是日后 他分辨马蒂的依据了 也许这才是朋友 千百万长相一致的斑马中 我只认你是朋友 生命个体不尽相同 却也有不同 狮子凶猛的天性 有时不抵挑上一支舞 眼上一段杂耍能救命 斑马纹路再相同 也能看出细小的差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一无二 只要我们利用好发现美的眼睛 狠里的将自己的优点 无限放大 同样能活出精彩的天地 人生而不同 愿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吴点个关注 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